宋朝时期 临安城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儿 那就是黄鼠狼会卖猪肉 这一传十 十传百 好多人都来看热闹 只见那小黄鼠狼蹲在案板上 有一只爪子打着夹板 瞪着黑溜溜的小眼睛 只要有人过来买肉 他就会吱吱地叫两声 掌柜的听见后 就会马上过来给客人割肉 等客人付钱的时候 他还会举起两个钱找给客人做衣 逗得人们哈哈大笑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莲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这家肉铺的老板叫杨德兴 二十来岁 已经娶妻生子 这人虽然年轻 但宅新人厚 心地善良 卖肉从不缺筋短两 碰到贫苦人家买肉 他总会多给一点 每次杀猪之前 他总会把买来的猪提前饿两天 让他消耗一下自身水分 然后再杀掉 照这个方法杀的猪 肉质鲜美 头感良好 但有的人的做法恰恰相反 他们杀猪之前 会把猪绑起来 拼命地给猪灌凉水 直到肚子鼓鼓地 再也灌不进去为止 这样杀出来的猪 口感不太好 但是有一点 一头猪能多出十多斤肉 那就能多卖出好多钱 这都是利欲熏心所致 因为平常做卤肉的时候 需要好多材料 那一日杨德兴去山上采摘花椒 下山途中碰到一只小黄鼠狼 后腿流着血 不能走路 一看就是骨折了 杨德兴看他可怜 就将他带回了家 给他上完药之后 又找了两块小木板 拿绳子给他固定到了腿上 这个小黄鼠狼 似乎很喜欢杨德兴 只要他一出门而去肉铺的时候 就咬住他的裤脚不放 杨德兴也就顺便带他来肉铺里 没想到这小家伙还是个生意惊 倒也给杨德兴带来许多乐趣 这一日 杨德兴又要上山采花椒 顺便背上小黄鼠狼 因为他的腿伤已经好了 应该把他放回山林了 到了山上 小黄鼠狼一直陪着杨德兴采花椒 竹篓都采满后 杨德兴要下山了 小黄鼠狼才依依不舍地离去 那黑溜溜的眼睛中似乎泛着泪光 在回来的路上 杨德兴看到一位阿婆正在小溪边杀鸡 他把杀好的鸡随手扔到盆里 杨德兴发现盆里的水灰乎乎的 感到奇怪 忙上前询问 阿婆 您怎么用这脏水洗鸡呀 这是草木灰泡的水 不脏 用它泡过的鸡 做出来很好吃 没有腥味儿 我老婆子都这样做了一辈子了 阿婆说道 杨德兴边走边思索 阿婆说的话 既然草木灰能去除腥味 那么用它洗猪下水也可以吧 杨德兴所说的这个猪下水 就是猪的腥肝肺大小肠 原来屠夫们杀猪的时候 那猪下水就都扔掉了 因为它有一股腥臭味儿 做熟了也很难吃 一般的都背着扔到了山上 让一些动物给啃食了 这一次杀猪的时候 杨德兴没有把猪下水扔掉 他处理干净以后 在草木灰水里泡了大约一炷香的时间 然后又将它清洗干净 用平常做卤肉的方法煮熟 捞起一块猪肝一尝 非常好吃 一点腥味也没有 第二日杨德兴将这些猪下水 拿到肉铺售卖 让大家先尝后买 结果大火而异尝 味道特别鲜美 关键是比猪肉还便宜一半的钱 时间不长 猪下水就被抢光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 猪下水供不应求 杨德兴开始收购 其他肉铺的猪下水 再进行加工售卖 因为他们留着也是扔掉 虽然收购价格低 但总比扔了强 没过多久 杨德兴就用赚来的钱 在临安城买了一座小宅子 把妻子和孩子都接到了城里来住 这样照应起来比较方便 但是有一天夜里 杨德兴家发生了火灾 被人发现以后 众人合力把门踹开 冲进屋里 屋内黑烟弥漫 呛得人喘不过起来 却能听见婴儿的哭声 人们借着火光 寻着哭声走过去 看到两个人趴在地上 赶紧把他们抬起来 在他们身下发现了一个 嗷嗷待哺的婴儿 原来夫妻二人拼尽最后一丝力气 护住了孩子的性命 一人赶紧抱起孩子 把他递给冲进来的一个女人怀中 又忙着江大人抬出来 可是他们已经被烧得面目全非 没有救了 此时的屋子也轰然倒塌 等众人忙完安静下来的时候 才发现杨德兴十一个月大的儿子 不见了踪影 至于刚才把孩子交给了谁 大家手忙脚乱的 都没看清楚 第二日 好心的邻居 把失火案和孩子失踪的时报了关 经官府查证 从现场来看 不存在他人纵火的嫌疑 至于孩子丢失 大家无法提供证据 所以不好追查 由于杨德兴生前乐善好施 人缘很好 邻居们就凑钱买了两口薄棺材 江夫妻二人下葬了 每当茶余饭后 这件事就成了人们谈论的话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就逐渐淡忘了 转眼间 当年知晓这件事情的孩童 也都已经长大成人 娶妻生子了 就在不久前 临安城来了一个年轻的郎中 此人不但医术高明 而且生得相当俊朗 最主要的是 找这个郎中瞧病 药费也比较便宜 所以来临安城没多久 就大名远阳 此人名叫杨林浩 正是当年杨德兴家闹火灾时 所失踪的儿子 其实当年带走杨林浩的 不是别人 正是杨德兴的一妹小兰 说起这小兰 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当年杨德兴去理财住家里买猪 看见家丁正在叫去一个小丫鬟 只见小丫鬟被绑在树上 家丁的鞭子无情地落到他身上 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 丫鬟不停地求饶 鞭子并没有因为求饶生而停下 杨德兴心善 最见不得这般情景 于是动了侧隐之心 忙上前问起故 这个死丫头是我从小买来的 他给我小儿子喂饭的时候 把粥弄撒了 把我儿子的胳膊烫烂了 今天非打死他不可 李财住生气地说 杨德兴实在于心不忍 决定给这个丫鬟赎身 拿定主意后 对李财住说 李老爷 我家娘子快生产了 正好缺一个人照顾 与其将他打死 不如卖给我吧 李财住一听 觉得这主意不错 便要了二十两银子 将丫鬟卖给了杨德兴 他买完猪以后 把丫鬟也放在了车上 此时丫鬟已经快昏迷了 到家后的第一时间 就请来郎中给丫鬟看病 郎中看了持摇头说 伤得这么重 我给你拿点药膏涂抹 再开几服药 能不能挺过这一关 就看他的造化了 抓好药之后 杨德兴让妻子 帮他清理好伤口 又把药膏涂上 然后又忙着煎药喂药 也算这丫鬟命大 第二日便清醒了过来 丫鬟告诉杨德兴夫妇 她叫小兰 昨天所发生的事儿 都是被人陷害的 因为她无意中知晓了一丫鬟 和理财主的苟且之事 那丫鬟趁她给财主儿子喂饭的时候 故意撞了她一下 所以就发生了后面的事情 小兰表示 这一辈子要做牛做马 来报答杨德兴夫妇的恩情 杨德兴则表示举手之劳 不用挂在心上 便收小兰做了一妹 想着将来再为她寻一门好人家 那日晚上 小兰帮隔壁邻居看家 半夜起来去院儿里小姐 发现外面有火光 隔着门缝一瞧 一个黑影慌慌张张的闪过 小兰悄悄地打开门一看 发现是大哥杨德兴家的院子着火了 她赶紧跑出来 拼命地踹门 无奈力气太小 怎么也踹不开 于是就大声呼喊 把隔壁的邻居都吵醒了 大家都起来帮忙救人 当几个男子把门踹开的时候 小兰随后也冲了进去 一个男子随手把孩子递给了她 当她看到哥哥嫂子没救的时候 狠了狠心 抱着孩子偷偷地溜走了 因为她心里明白 这不是简单的失货 而是有人故意纵火 刚才那个黑影肯定是纵火人 看来哥哥一家被什么仇人盯上了 如果以后他们得知孩子没死 肯定还会对孩子下毒手 为了保全哥哥唯一的血脉 她只能选择带着孩子忍痛离开 趁着夜黑 小兰一刻也没有休息 直奔林安城东南方向而去 天亮时分 已经离开林安城四十余里 来到了一座山脚下 此时的孩子嗷嗷大哭 小兰摸了摸孩子的额头 发现孩子发烧了 急着小兰出了一身汗 赶紧从衣服上撕下一块布 放在旁边的溪水里湿透 又敷到了孩子的额头上 孩子依旧大哭不止 应该是也饿了 这时 前面过来了一个骑马的男子 身材魁梧 腰上挂着弓箭 马上还驮着一只野山羊 看样子是个狩猎人 见有人过来 小兰紧紧地抱住孩子 那男子梦声梦气地说 姑娘 孩子怎么了 哭得这么厉害 孩子病了 发高烧 小兰怯怯地说 大哥 你常在山里活动 知道什么药能退烧吗 我想上山踩一点 小兰问男子 等你爬到山上再找到药 病情早就耽误了 我是这山上的猎户 我家里有药 你和我一同回去熬给孩子喝 那男子道 小兰怕着男子是坏人 看了看怀中的孩子 还是决定跟他去 不多时候 就到了男子的家 男子找出草药 煎好之后端给了小兰 小兰把药吹凉 用小勺给孩子围下 又拜托男子给孩子 熬点米汤喝 小兰对男子谎称 自家哥哥嫂嫂因意外身亡 留下了这个孩子 他只身一人带着孩子 无路可走 想去投奔远房的亲戚 男子白天就进山打猎 晚上回来就睡在柴房 看起来也算是个好人 小兰在这里一待就是三天 孩子的病也好了 大妹子一个人带着孩子 长途跋涉 危险重重 不如你留下来嫁给我 我会对孩子像亲生的一样 吃饭时男子突然说 小兰一想 这样山深灵密 非常隐蔽 如果嫁给他 孩子也会很安全 如此一来 小兰便同意了 直到此时 小兰才知道男子叫孙大彪 父母双亡 也是孤身一人 到了杨林浩六岁这一年 孙大彪见他喜欢摆弄草药 就把他送到了朋友家里 拜朋友的父亲为师 学习文化和医术 由于杨林浩聪明好学 深受师父的喜爱 到了他十八岁这一年 医术已经非常厉害了 他便拜别了师父 回到了姑姑小兰家 准备和姑姑禀报一声 他要外出行医 赚钱报答姑姑 小兰悄悄地告诉杨林浩 他父母当年并不是意外死亡 而是被人所害 让他回临安城 一边行医 一边寻找当年父母被害的真相 杨林浩遵照姑姑的嘱托 来临安城做了郎中 这一天 杨林浩正坐堂的时候 来了一名牙医 说他母亲病得很重 行动不便 期间看过好多郎中 均不见效 听说他医术高明 特来请杨林浩去家里 给他母亲瞧病 杨林浩见此人态度诚恳 就随他去了 到了那一看 躺在床上的老太太 面黄肌瘦 他仔细地诊了一下脉 发现老太太没有大病 只是脾胃方面的毛病 肠胃里面有淤肚 其他郎中 在乔这方面而病的时候 就会不断地开补药 这样一来 须部受补 病情反而会加重 杨林浩先给他抓了两副药 老太太服用了以后 一天如厕两三次 稍后又给他开了几副药 吃完之后 脸色明显变得好看起来 这吃东西也变得香甜了 调理了一个月之后 老太太都能下床走路了 这牙医感激万分 晚上净提了韭菜来到医馆 何阳林浩喝起酒来 这酒到深处情字浓 老弟 你就是我的恩人 以后有什么事而需要帮忙 我方程万死不辞 牙医微待醉意说 从此以后 方程隔三差五的就来找杨林浩喝小酒 杨林浩也觉得他是个仗义之人 这样的朋友值得深交 一日 一女子扶着一个中年男人进了医馆 杨郎中快救救我爹 我爹练刀时不小心伤到了 那女子说 只见男子拿手捂着胳膊 血不断地往外流 杨德兴健壮 赶紧给他清理伤口 发现伤口又长又深 清理完毕之后 拿出针和桑皮线 一针一针慢慢缝合好 并尚要包扎 多谢杨郎中 妇女俩齐声说道 不知郎中是哪里人 和我一位固有长得很像 中年男人突然问杨林浩 杨林浩一争 随即答道 在下河南府人士 父亲杨大彪 母亲曾小兰 前两年父母都不幸去世 阁下认识吗 杨林浩没有说实话 不认识 看来是我认错人了 不好意思 说完就付了诊费离去 第二天 那男子的女儿来到了医馆 对杨林浩说 杨朗中 昨天真是谢谢你救了我父亲 并给杨林浩带来了一包茶叶 姑娘不必谢 就此扶伤乃是我的职责 杨林浩对姑娘说 我叫张翠莲 家父做皮毛生意 就在前面街上住 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尽管说 姑娘笑着说完就要告辞 那包茶叶 杨林浩说什么都不收 硬是叫她带了回去 从脸上都能看出来 张翠莲特别失望 到了晌午 姑姑带着孩子来了 这孩子名叫孙琪 已经十四岁 是晓兰和孙大彪生的儿子 姑姑一进医馆 就把杨林浩拉到一边 告诉了她一件重要的事情 当年那场大火 就是这个街上的屠夫张庆 花钱买兄做的 只是因为当年哥哥的生意太好 他心生妒忌 原来前几日 孙大彪进山打猎时 不慎从马被跌落 丢了性命 小兰怕杨林浩担心自己 就没有来告诉她这个消息 小兰收拾孙大彪的遗物时 在一个箱子底部 发现了一本炸记 他让孙琪把上面的字 读给她听 里面竟藏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这孙大彪生前是个杀手 炸记上面详细记录着 他所接的每一单生意 张庆找她放火杀人 是她接的人生中最后一单生意 自觉这样做罪孽深重 从此金盆洗手 随后便遇到了小兰结为夫妻 杨林浩听完姑姑的话 心如刀绞 原来父母当年真是被人所害 她一定要为父母报仇 姑姑 我们拿着证据去报官吧 杨林浩对小兰说 这个恐怕不可以 虽然有证据在 但孙大彪已经死了 没有办法和他对证 张庆要说证据是我们伪造的 也没办法 你先别着急 此事需要从长计议 小兰说道 张郎中 麻烦你给我换换药 传来了一男子的声音 好了 马上就来 杨林浩应声走了过去 来者正是那天缝合伤口之人 小兰无意抬头看了一眼 不由得大吃一惊 此人正是张庆 虽然多年前只见过一次 小兰还是一眼认出了他 吓得小兰赶紧躲到了屏风后面 带张庆走后 小兰马上走了出来 此时的他还惊魂未定 浩儿 刚才换药的人 正是当年的屠夫张庆 小兰说道 就是他害死了我父母 此仇不报非君子 杨林浩说完 狠狠地攥紧了拳头 姑姑 那张屠夫的女儿张翠莲 曾经私自来过一次 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 她对我有意 我不妨从她身上入手 接近张庆 看能不能得到证据 杨林浩继续说 孩子 那张翠莲是仇人的孩子 为了报仇 牺牲你一辈子的幸福 也不值啊 小兰对杨林浩说 姑姑不必多虑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此事我自分寸 我带你和弟弟出去吃午饭 杨林浩说完 领着二人出了医馆 吃过饭之后 杨林浩便安排小兰母子住下了 果然不出所料 那张庆的女儿张翠莲 喜欢上了杨林浩 总是以感谢为由 隔三差五地来一趟 不是给他送糕点 就是给他带茶叶 对此 王林浩也没有拒绝 反而笑纳了 因为 这是他实施计划的第一步 张翠莲见他不再拒绝 心里乐开了花 就这样一来二去 两个人变得熟悉起来 杨林浩试图从张翠莲那 获取一些消息 他只晓得张庆现在已不做屠夫 改做皮毛生意 重要信息一点也得到 一时急得没有办法 看来还得从张庆身上找突破口 一日午饭后 张翠莲又来了 一进门就甜甜地说 杨郎中 这是我亲手做的桂花糕 你尝一下 谢谢姑娘 杨林浩倒也不客气 随手捏起一块儿放进嘴里 直说好吃 张翠莲盯着杨林浩看了好一会儿 娇羞地说 杨郎中 不知你有没有定亲 如果没有 我想嫁给你 没有 其实我对姑娘也是一见钟情 改日 我让人去府上提亲可好 杨林浩顺势说 真的吗 那我回去等着了 张翠莲说完 太羞地跑了 次日 媒婆来到了张家 说明了来意 张庆说 那杨郎中倒是一表人才 医术也高明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因为我就一个女儿 她必须入赘我家 成 我回去和杨郎中商量一下 她肯定会同意 你们张家家大业大 这样的好事儿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媒婆说完就告辞了 没想到 杨林浩听说后 一口答应了 她对媒婆说 这样甚好 正好我也无父无母 成亲的日子就定在下个月的初六 日子过得真快 转眼间就到了初五 孩子 从明日开始 万事都要新 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 也千万不要假戏真做 毕竟她是仇人的女儿 小兰对杨林浩说 姑姑请放心 我是郎中 自有办法不与张翠莲同房 等大仇得报以后 我们就远走高飞 杨林浩答道 到了晚上 杨林浩自饮了几杯小酒 然后沉沉地睡去 睡梦中 看见一个老头儿 来到了他的身边 那老头穿着黄色的长衫 留着长长的胡子 竟然对他说起话来 孩子 明天动房时 千万不要喝浇杯酒 切记 老人家 请问您是谁呀 杨林浩问 我是一只黄鼠狼 已经修炼成人形 你父亲生前救过我儿子 我不会害你的 千万记住我说的话 洞房也不要喝浇杯酒 老人说完就消失不见了 老人家 你等一等 杨林浩说着 一睁醒了 才发现这是一场梦 天刚刚亮 外面就传来了吹打的声音 杨林浩赶紧起床 简单的洗漱了一下 换上了洗服 就坐上了花轿去往张家 来送亲的人真不少 除了街坊邻居 还有那个衙抑方尘 带了一帮小兄弟 好不热闹 拜过天地之后 新娘被送入了洞房 张庆夫妇俩和杨林浩 在外面招待客人 一桌又一桌的敬酒 客人来了一波又来一波 看来这张庆的朋友真不少 大多都是生意上的 直到下午 客人们才渐渐退去 一入夜 杨林浩走入洞房内 新娘正端坐在床上 她走过去 轻轻地揭开了新娘的盖头 只见张翠莲马上羞红了脸 她起身站起来 走到桌子旁边 倒了两杯酒 对杨林浩说 相公 时间不早了 我们喝完浇杯酒 早点休息吧 说完把酒倒满了杯子 端起一杯递给了杨林浩 杨林浩接过酒杯 郑玉饮下去 忽然想起昨晚的梦 梦中的老人嘱咐他 不能喝浇杯酒 于是 他就用袖子挡住酒杯 偷偷地把酒倒掉了 张翠莲饮下 张翠莲饮下交杯酒 没有片刻功夫 就趴在桌子上昏睡过去 杨林浩见状 也昂装昏睡过去 没消一盏茶的功夫 洞房内进来了一人 此人正是张庆 他竟只走向张翠莲 将他抱起来放在了床上 然后又走到杨林浩身边 脸上露出一抹音效 杨林浩啊 其实你做我的女婿 我还是挺满意的 错就错在 你是杨德兴的儿子 若是你将来知道 是我派人杀了你母 肯定会报仇的 如今我不能留你 张庆自言自语道 原来 自从第一次见面 张庆就知晓杨林浩 是杨德兴的儿子 因为他的五官和杨德兴 长得极像 最重要的是 当天杨林浩给他缝合伤口时 他正好看到了 杨林浩手腕上的胎记 因为杨德兴的儿子 手腕上也有胎记 所以很快断定了 他就是杨德兴的儿子 正当他不知怎样 除掉杨林浩时 恰巧媒婆来提亲 于是他将计就计 想趁新婚之夜除掉他 看着熟睡的杨林浩 张庆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 冲着杨林浩的后心直接插去 只见杨林浩就是在桌子上一滚 躲开了攻击 随即抄起一把椅子 向张庆砸去 张庆一闪躲了过去 吃惊地问 你没有喝酒 是的 你这个卑鄙小人 当年买凶害死我父母 今日又要伤我性命 失去者赶紧去报官自首 杨林浩说道 你做梦吧 张庆说完 又拿着匕首向杨林浩刺过去 张庆 你给我助手 随着声音 屋内闯进好几个牙齿 直接过来就把张庆擒住了 你竟然提前报了官 看来我还是太小看你了 今日净栽在你手中 张庆恶狠狠地说 先把他给我压下去 明日送往衙门 方尘说完手一挥 众人就将张庆压了下去 方兄 你怎知我今日有难 杨林浩感激地说 我本想带着兄弟们来闹个洞房 就偷偷地躲在窗前的角落里 没想到这洞房没有闹成 却牵出了一桩陈年旧案 于是我就带着哥们儿们冲进来了 方尘对杨林浩说道 那张庆老奸巨华 我也没想到他会来这一招 今日多亏了方兄 请受小弟一拜 杨林浩行礼道 好了 咱们是好兄弟 不用这么多事儿 明天我陪你 一起将这个老东西送到县衙 方尘说 杨林浩点头同意 因为有中牙医的证词 再加上那本炸记 张庆很快认罪扶法 被判斩刑 刑刑那一天 押送张庆的囚车走在街上 乡亲们纷纷用石头烂菜叶砸向张庆 有的人边砸边骂 杨德兴夫妇这么好的人 竟是让你给害死的 看我今天不砸死你 往日的张庆有多风光 今日就有多狼狈 张庆背行刑后 张夫人觉得在人脸前抬不起头来 整日郁郁寡欢 没多久也死了 张翠莲自知父亲罪孽深重 便出家当了尼姑 想以此来减轻父亲的罪孽 杨林浩带着韭菜指前 来到了父母坟前 击败完毕说 爹、娘 你们的大仇已报 就安息吧 然后一步三回头地离去了 从此以后 杨林浩也在临安城内消失了 多年以后 传闻江湖上出现了一位 玄湖即是就死扶伤的神医 人称蝶谷一仙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